那你那時候國外念書 很多就是事後在講 像比如說康熙來了這四個字 對 我起碼聽過 真的 到底真相是誰 沒有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可是你那時候國外念書 剛回來的話也 也沒有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我真的很 而且你 我剛剛有酸到你嗎 你又再酸咬了 沒有 他們就是雙面 我跟你講 他就是低調 他隱藏得很好 對 我就說你為人很低調 不是 那那個時候就是 小弟有幸 真的是我的榮幸 那時候可以去那個 超級星期天裡面當助理 那時候很紅的節目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節目可能現在 年輕人不太知道 因為那個節目真的是 以前禮拜天晚上一定要看 不看你不知道禮拜一 要去學校跟同學聊什麼 我們那時候能上 超級星期天這節目就覺得說 自己是不錯的藝人 重點是都會很期待 要找到那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對 而且我們也是 感恩的人 是不是也可以麻煩那個 幫我們找人吧 對 找恩人 對 那我自己也很非常開心 那因為你每天去看到 都是大牌主持人什麼 小燕姐 哈琳哥什麼 然後你們來的來賓 也都是大牌的藝人這樣 那每天你好像就是 天天在那個 藝大世界玩的感覺 你知道 就很開心 因為你看到的都是很新奇的 那為何要超級 也許我太開心了 對 我不知道同事們都怎麼看我 我可能感受不到 對 有一天就是因為我比較 我是助理醉菜的 那晚上我就不敢早下班 我就在那邊抓忙 那那個時候我們的製作人 就是偶像劇 叫母才智平小姐 他就跟我講說 他要去那個東區羅姐 羅賓 羅姐家打麻將 那因為從我們公司到羅姐家 就是你可能要經過 東區的一些暗巷子 他說你現在沒事了嘛 那你陪我走過去 然後我想說OK嘛 因為女性主管 對 我就陪她走過去 然後他突然就跟我講 一個事情就是說 小梁 你知不知道 其實同事們 都在把你當作賭注 然後大家都在外插 插你這個 我說賭注 賭我 我怎麼 我又沒有要選舉 他說他們就在賭你說 賭你到底是不是 那個 梁求生導演的兒子 這個也是選項之一 怎麼那麼不像啊 還在討論 對... 我的身世可能是個謎 這種的 然後他們在賭的就是說 我到底能做多久 就是說這個人每天來 就吊嚷噹對不對 有人差兩個禮拜 有人差一個月 有人差三個月 撐不過的 這樣真的很瞧不起你 對...那一天過後 我當然我自己就是有反省 那我自己也就是 喜心革眠 所以其實柴姐在點你 對 要跟大家多互動嘛 對 那後來我當然就是 認真工作 認真表現 認真去找人什麼之類的 那後來表現就很好 然後就在那個節目待了下來 你就是從那一句話之後 一路咬著牙撐到現在 撐到現在 後來柴姐還說 就像小魚兒 溺水上游 真的 很勵志耶 把我講得有點類似 講公這樣的感覺 這多了 講公看到的魚啦 真的 講公耶 看到的那隻魚 OK 不錯 他們就捧著 所以後來 其實她經過她這樣提點之後 工作表現也有比較好 就是自己有自己反應 那也是如此可教啊 對不對 點你一下自己知道抓重點 然後就立馬調整 所以劉律師 那你們在律師界 要競爭上游 應該更厲害了吧 我認為說 我們在這個行業裡面 遇到了不管是敵手也好 或者是同行也好 大家都是我們的貴人 我也會分享一個 我自己的一個故事 說我剛進這個行業的時候 我們在做 主要在做菁英權的併購 還有這個菁英權的這個爭奪 但因為案子都很大 所以說會有很多的事務所 大家一起會來集思廣益 集思廣益是假的 大家在所謂的這個 我剛才在想說 他剛好聰明要資人共享 對啊 就是假的 所以說其實 大家一直想要跟這個 企業主去說明說 這個案子要怎麼做好 就用我的策略 然後另外一個事務所說 沒有...這個策略不好 應該用他們的策略 那我們其實在爭的是什麼 我們只要能夠讓企業主 接納我們的策略 其實我就可以主導這個案子 收到的這個 工作相對應的報酬 也會是最高 所以說大家在 雖然是同一邊 但是其實裡面內鬥得很厲害 對 然後那時候我年紀在場 整個會議桌裡面 我的那個年紀是最小 然後後面有我後面當時的老闆 那就一個小朋友橫空出事 然後就開始講 啪啪啪啪啪啪 那其他事務所的人 全部都傻了 然後就開始就是 就好像是合重臉壳的那種感覺 好幾天師傅所有 全部群起圍攻來圍攻我這樣 突然間有一個大佬 大前輩就出來了 然後拍拍我的肩膀說 妳有沒有聽過Alan Scott Alan Scott Alan Scott是誰 我們不知道Alan Scott是誰 我今天我們在講這個 艾倫薯考特啊 你沒聽過嗎 思考特是不是鋼鐵人 對啊 結果他的意見是這樣 他說 你沒有出過流國流血對不對 你都不知道我們美國怎麼做 對不對 所以你當然也不會知道Alan Scott 我告訴你 我一定要我們這個策略 因為現在美國最流行的 就是這樣做 然後老闆一聽 那我們要跟上國際的角度 因為老闆心也在想 他到底是誰 很想知道 所以說在那個案件爭奪失敗之後 我其實心裡面 就有一個聲音 一直在我的這個腦海裡 對 我一定要認識他 所以說我在職業過一段時間之後 為了去解決我人生的一個 想要很大的疑惑 這個謎團我要把它解開 所以說後來我就是去美國念書 為了那個案子 為了被修錄 對 然後那時候上課的時候 極度的專心 然後就是越聽就越疑惑 為什麼老師講的 跟那個律師講的 甚至我在上課的時候 還舉手問老師說 老師 你知道誰是Alan Scott嗎 老師是整個傻懵了 他說你們是不是 你們台灣有台灣自己的玩法 對 所以說很多的時候 就是說在職場裡面 很多人他就是會用 資訊不對的方式去弄你 可是他們也是我們的貴人 沒有這個Alan Scott 沒錯 我也不會去美國念了一個法律說實 沒有這麼吵 他是誰是不是 劉律師他這個很正面對不對 我以前在電視台當主管的時候 就採訪中心主任 我上面有個經理 他的問題就在這裡 他就是 你不管你做得對 他就罵你 做不對他也知道他罵你 反正你只要做什麼事情 他就全部罵你 他用這個辱罵的方式 來做管理這樣 有一次的時候就先去罵一個女記者 他就說 你那個新聞稿怎麼寫的 什麼叫DNA相似度百分之九十七 九十七就九十七嘛 那到底是不是他的 結果為什麼要寫相似度 結果後來之後 我就找他去解釋一下 我就說長官 我們在刑事鑑定裡面來講的話 法醫通常一般來講 他們的DNA的抽體 本身來講沒有所謂百分之百 大部分我們講相似度 真的喔 有沒有什麼九十七 七十 七十五 其實這個數字已經就是他生的 已經就是這個人了 就這樣子 就確定他的身份 是無誤的這種情況 但是我們在新聞稿寫法上面 我們必須要尊重 專業的這個用語 所以其實相似度百分之九十七 或者是百分之七十 這樣都是對的這樣 你知道這樣 怎麼你瞧不起我嗎 你覺得我不懂嗎 你頂嘴 我頂嘴 我就說沒有不懂 我只是再講一下 可能長官你忘了 可能忘掉了這樣子 因為你 我意思說他脫離第一線太久了這樣 其實我清楚他的一個自卑心態是什麼 因為他過去是從那個老三台的這個攝影出生的 那在Cable的這個 就我們講一般的有性電視來講的話 我們對文字跟攝影是同等地位 但是在過去老三台的話 就比較文字比較高 然後攝影就比較低這樣子 他一直有這個自卑感 我們後來有一次 從後來有一次最後的爆發點是在哪裡呢 每次只要颱風天 像這個五六月份開始之後 就有颱風天會來 那各台的話只要碰到有像那種D7 衍生成為颱風的時候 我們都會注意它的動向 那如果颱風距離 形成了距離台灣的 差不多有四千公里的時候 我們通常不會派SN7的 因為距離太遠 我那天的時候只好在開會 照有個颱風 在這個台灣的那個東南方圓有沒有 就形成了 開了一半的時候 我們這個經理就突然間進來了 對 台風來了 我說我知道 他說SN7要掉哪邊 長官現在還距離台灣四千多公里 我們過去的標準作業流程是 接近一千公里的時候 我們才會開始準備要掉 那還差很遠了 對 而且更換我看我不清楚 這個台灣到底會不會進到台灣 清洗台灣這樣 他跟我講 你確定懂電視操作嗎 你平面出來的 你抖個屁 然後我就說 長官 話不是這樣講吧 我想四千多公里 距離那麼遠 笑得你剛剛排階話 我就接啊 我就說不是這樣的 我這個在浪費資源 在浪費公司資源 而且我沒辦法跟上面人交代 我上面還有副總還有總經理 我要怎麼交代 他就跟我講 不管 你不要以為 你總經理靠 你後面有人靠有沒有 有總經理靠你 你就可以囂張成這個樣子 我想你這裡在鬧事了 這已經不是在跟我在理性討論了 我就跟他講說 我非常歡迎你來主持這個歡迎 但如果你今天不是來開會 你是來談別的事情 或者你有別的情緒的話 你就有麻煩 很像耶 其實用這種很冷靜的這個口吻 講這種狠話 就是開戰了 他就開始 就拍了一下 你不要太囂張 然後我就說 我沒有很囂張 我絕對是你很囂張 這樣子 然後結果就 我公公就出去了 對 出去沒多久之後 就聽說他就叫救護車 太氣了 他氣到高血壓 氣到高血壓 他氣到高血壓 然後救護車就來了 然後就把他給接到 就接走了這樣子 就接走 然後 反正在整個過程中的時候 他不斷地對我 有很多言語上的攻擊 不知道他什麼 因為我平常在電台穿衣服 就這個一打掉 他就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你穿得很像花花公子 我覺得你私生活很淫亂 這樣 我心想見鬼 我怎麼像私生活很淫亂 所以沒事動不動 跟女同事搞曖昧 我說沒有 我是絕緣體 這整個很淫亂 然後我心裡才想 你新聞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還覺得 你才長得像住河馬 笑成哥冷靜 有情緒 笑成哥已經過去了 對 那後來有回公司上班嗎 後來之後 他回來之後 大概兩天之後 他被調去當總經理特助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很清楚一件事 沒錯 我是總經理找來的 但我很清楚 總經理的公司的規則 就是這樣子 總經理認為這個公司 整個電視台是我的家 你再怎麼樣的話 你不可以在家裡面造勢 對 所以他拍了那個桌子的時候 不用我講 已經有人去跟總經理報告 沒錯 那沒多久之後 他就從那個經理 就直接調去當總經理特助 對 然後總經理特助 趁著三個月之後 終於 其實有點架空的一種感覺 對 就架空 對 也算是報仇了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